關於 龍杜天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當初在寫什麼時候 大家都一聽到大家都覺得 大家都很喜歡 然後在別人同事那邊 大家都自己被自己洗到 因為有時候騎機車我會找到 騎機車我都在想到開始唱 我龍杜天這首歌 有時候也不是這樣子 然後龍杜天這首歌之後 我們找到了小宇哥 然後我們製作 然後在生動娛樂裡面也是貓超級的 牠有個血流海 然後大概三四個月 然後常常那種病都沒填乾淨 屁屁超臭 那貓都走過去哇好臭 然後好可愛一直抱起來 然後龍杜天這首歌其實 很多人 包括了在浪子門 給我們支持的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圓夢的高杰大哥 那我們第一次看到他我們坐車過去 然後高杰大哥剛好在貨車上休息 他就這樣子跨著這樣子 那我就帥到真的是 分手 沒有沒有 欸 喔 怎樣 想哭喔 我想笑 然後拍的時候 當下我們 我們是有那個 海邊有一個KTV的場場 然後我們坐在這邊聽 聽高杰大哥的唱歌 他那個演技真的是 你不用透過那個 透過你部分在現場看到是 真的是 對一場非常的 超級不一樣的魅力 有看到他在笑 我就跟著想 跟著他想笑 都被他控制 然後一直跟你聊天 然後真的超好的 好當然也要謝謝我們這次 他要幫助我們的那個 楊靜姐姐 很漂亮 然後 還有Spacebar 我們再度的跟 空白鍵Spacebar 我們做 因為上次到這裡 我真的覺得有一個很棒的 一個共鳴 我做的這樣的愉快 這真是容易跟你們一樣 找他做 謝謝音證和導演 好希望你們都喜歡 然後接下來我們帶來 我們的下一首歌 謝謝樂的聲音